平正区新科事议员王沛玉 关心亲资馆的建设和公园开辟 他还要求市政府在宋屋和大南市地区 找到公社用地 增设贡荣市公园 目前市府在我们的宋屋 也就是我们宋屋国小后面的宋屋公园 广人公园也继续的要施作贡荣市邮居 那我这边希望未来可以在宋屋公园 广人公园 以及我们在南市地区找出新的公园的设施用地 为我们的民众设置更多的共荣市的公园 杨梅区市议员图全集 推荐杨梅得天独厚的河川环境 肯定市府持续串联延伸步道系统 他还求市政府整合跨局处的资源 推展行销活动 目前杨梅有大山源休闲农场 那比较靠近步道这边的 目前有秀才休闲农业区 那这些休闲农业区他们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些的活动 那当然这些活动就是希望农业局 再来配合我们的官吕局 把这个步道的特色再结合我们休闲农业区来推动我们的观光 针对农坛争取多年的国民运动中心建设案 市议员张兆良建议市府致愁预算 在农坛高中实行农场新建运动中心 那目前我们所在地的地方是它的一个实行农场 那实行农场目前这地方都算是住宅区 而且住在这个马路边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合作来盖一个国民运动中心 不但我们可以给我们农坛高中的学子学生 在方便运动使用以外 也可以提供收费给我们的农坛的乡亲 提供良好的一个运动空间 观音区新科议员许更生 关心社区关怀据点的补助效率 他建议增加回馈金使用的范围 让有心投入据点经营的单位 能够有更充裕的资源 把它多元化使用 不要把它设定使说一定要在建设 就是多元化 能不管福利也好建设都可以用 这样子这个钱才会活用 不能死绑的在那边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每天晚间六点半 播出的明代新在地情